好,那今天講的東西是Connect和Postgrade 那看起來這個東西有點小程式 但我覺得不會講太多事實 基本上我今天講的主題 涵蓋在如果你是使用RavaScript開發Band 然後也是使用Postgrade當作Diabank的話 這個東西應該是蠻有防促的 可以常常用到 好,那我們來介入今天的Overview 那先網路分成幾個Stations 我重新一下時間 我放一下時間,我把我講太多 好,那第二份的主題 第一個會先介紹Connect的東西 然後介紹一下就是 當我們在使用CP StimaChange 因為大家如果使用RavaScript 一定會遇到StimaChange這個問題 那StimaChange的時候 大家通常都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 就是我們會利用Connect裡面的自己的Migration 這個動作去處理 就是你把它卷取問題 然後後面是我們要怎麼處理它 然後最後是 當解決這個問題以後 後面我們甚至可以發展的流程 所以我們可能敗到CICT的流程上面去 那這就會導致一件事就是 大家可能在寫程式 如果在座的有中程式的話 我們其實很習慣把程式嘛 就是當我們寫完湊以後 在按下Git Merge的時候 就把測試跟上板全部交給CICT做來看 那大部分就是 如果在座大部分是在 比較大同時或是比較 傳統的軟體上的話 大部分的DBA可能還是靠 成功或是靠 人手去review這些 那我最後一個要解決的事情 就是我要把程式那一段 就是你寫完 PmaChange之後 Merge上你的Repository 他自動會 CICT會自動幫你做測試 然後自動幫你做上板 然後出錯的話 幫你做背過去 對 那這個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就是 平常如果大家在上板的時候 假設你的鏡頭有一個DBA鏡頭 就會發現 你在想要開一個工程 然後改一個小小的插門 然後可能反覆跟他來回 你想要花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快一點 可能有的還要到一個月 那快一點一個禮拜 但你如果這個流程可以自動掉以後 你可以快到就是 可能一天會有兩個自己嗎 對不對 那你可以確保整個流程式不會出錯 那這些事情是 蠻有效益的限制 這些還蠻好的 而且完全可以用工程式做 就是DBA 你的鏡就不用找DBA 就工程式就取得到DBA 幾部分 另外一部分如果交給 GCC或AWN的話 以後再取得到另外一部分 好 那我現在還是我介紹一下 那 那 我中文名字叫張懷文 然後英文叫Dan 那 我是一個工程師 然後我現在在楊飛駿這間工作 那 我們這間公司是一間IOP的整合廠商 然後 然後我們的總部是在美國系 那 基本上 我們的Marketing在美國 然後 RD在台灣 對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 那 我們第一款產品是一個 智慧家庭的殺水機 對 那台灣 基本上沒有賣 我們主要的目標 是在美國 歐洲跟澳洲 對 那基本上就是在打盤你的事項 因為美國人比較 美國人買房子都會買有體驗的嘛 台灣人買房子都買工藝大樓 所以台灣人都不太會用殺水機 但美國人 歐洲人跟澳洲人就還買它 那 我個人喜歡放球阿 啤酒阿 還有賣內置 那 Coding的話我大部分是只要 Gawascript 那 Python也會一點 但是這就是打來做一些奇妙的事情 因為 Python沒有那麼強 然後 Data Base 的話 基本上這幾年主要在用 4th grade Data Decent 那 MangoDB也用過一兩年 對 那 MangoDB 好處很明顯 如果對 Davascript 方程式而言 它基本上就是 完全製造 ZX的機器在設計 Data Base 也會用得很適守 但 當你MangoDB 在大圓環境用久了以後 它的 Stima的測試 會讓你做一些 Data Migration的車位很恐怖 因為它沒有Tima的類似 所以你要在 Server 端去做很多保護 靠你公正自己 所以這件事 你可能可以用 ORA 可能可以用很多東西 但是它其實會讓你滿卡的 所以我會建議說 如果自己在做TotoTating的話 換過DB 就算滿不錯的 但 如果說你要做比較嚴重的系 譬如說像 Thinets相關的話 用 Obscript 或是用Mario 這一種 Mario 那 我之前還有一個 就是 我的小公司 就是 我在山口有一個 就是 小城市聚會 他就是專門在 在義教那些 小朋友 或是不懂程式的人 他們想要來學 然後 因為我是南口人 我每個月都會去 所以我就會在那邊開設 然後看 看我當個月回去 我想想什麼 就想怎麼樣 那你就會在這時候 在地上去 然後演自己 社區的工作 那 你可以在 就是 這兩個地方找到我們的 那 如果在 這些Sport 就是 在Pulse Grid 整個上面 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 基本都可以丟去 那我們可以這樣找 那 最後一件就是 從這個領域 好 開始 進入主題 我們來講 Carnix 對 這個是 我常常唸作 我以前是唸 這個 然後被我同時丟整 我們來認真去查一下 那個 所以它是唸 Carnix 它的咒音是在前面 我無所謂 所以大家看 你知道 那 這個東西它其實概念上 就是一個 整合 JS 跟 Reation Database 的一個 誒 問一下 在場有 教授 還有很多 誒 後面 那個 我前方 他們應該會 他們是被我輔助一群的 因為我選了Pogrape 所以他們必須要 然後 然後 基本上 這個 用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你是用 JS Base 體系的Driver 基本上最後都會換得多 裡面JS 現在其實有推出蠻多 整合性的話 那 它其實不單止針對Pogrape 它其實針對Pogrape 它其實針對Pogrape 就買Pogrape 這兩個東西 那 它有提供很多特性 那我規納的書 主要不相信 Cory Builder Cory Builder Pooling Censation Migration 跟C 那 我們接下來一個一個 來講 第一個是Cory Builder Cory Builder Cory Builder 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 用程式的概念 再去重新 Rewrite 一次C 那 你可以看 它 通常裡面有很多 很大一點都在講 Cory Builder 那它的感覺是讓你在寫Code的狀態下 可以幫你轉換成Code 那 沒有辦法的情況 你還是要統一間Code 但是其實 比較好的狀況是 如果 你的Ping裡面只要有一個人會Code 就好 那 那一個人可以先 看懂這個東西轉換成這個寫法以後 讓其他一種ZS的 造成這個寫法一樣 對 所以 這種ZS的 其實就不需要 看這個 它只要有範例可以知道 那 這個東西會大幅的降低 那 這個功能 就還要去學 ZS的一個困難 好 我們再來去Pooling 這 大部分的 DVDriver 應該都是有綁這個東西的 那 Pooling 最主要的用心 就是在 前面那個講者 有講到 Pooling 它是一個 Process Condation 的一個東西 所以 它其實在 連線的時候有一個很大限 像如果大家是把 Progress 放在 GCD 載管的話 其實如果你開簡單的 它就會有一個 GCD的連線上線 那基本上就是 大概100 200 400 600 200 所以 它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做特別處理的話 它同一個時間 只接受 假設那個是100 的話 它同一個時間 就只接受110連線 那 這個其實很多 make sense 因為 大部分你只要 創造一個A選 它就會對 DV產生一條連線 所以 如果你在 寫 Server的時候 沒有做一個 Pooling的機制的話 你很容易 找一個超大的 batch 然後一找以後 就把DV塞爆了 所以 這是不太對的 那 其實 好家再來是 Centness Centness 有提供一個 Pooling的功能 所以 你在這邊 在create Centness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Pooling的設定 就是 這個Server我會開 一個Core給你 然後這個Core 可能最大 最小 會產生多少 的連線上線 所以說 如果假設 預設的話 2到10 那 這意思就是 不管你的A-Saint 有多少 我這個車輪 最多最多的提供 給你10個連線 那 我在啟動的時候 會預先 拿兩個連線出來用 那 這個就會大股的降低 你在 最低低 Pooling的設定 那 PG 其實有提供 它自己的一些套件 嗯 好像叫一個 P開手 那 基本上它也是做 鋪力的動作 那你可以再進去那一層 做一個鋪力 它也可以去 控制前面連線下來的時候 去 嗯 讓它不要把 DV打爆 那 大部分 大部分 就是 會把 DV打爆 其實你開始用 Operate的時候 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會碰到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你發現你的連線 有益卡的話 其實 可以先去往這個方向卡 結果還蠻容易 找到 就是 這就是你採用的 好 再來是 Transation 大家應該都懂 Transation是什麼 就是 這個也是 嗯 Reation Database 跟 Don't Sequel 最大的一個差別 雖然MambleDB 好像 之後會始作 但 它還被始作前的 嘴線是很難顯的 欸 所以 對 所以我說MambleDB 現在有始作 就是新的 對 不過 就是Reation Database Transation 這個選擇 基本上是一個 保護技師啊 它可以把你 所有的動作 包在一個 全身選裡面 那那些動作 如果都對的話 才會抗力進去 如果只要錯一個 它就會 roll back 到上一個狀態 好 那 Pennies的全身選 它的血法比較特別 它提供我們兩種血法 那 我後面列出來就是 就是 第一種是 這個可能要 這一次比較紅的 比較有標準 第一種是 把那個 呃 就是 Transation 這一個 直接包成 一個 Transation 然後在你每次動作裡面 然後放到裡面 很好 然後第二種 是把Transation 當成一個 Crew Rhythm 呃 我個人比較喜歡 這種血法 就是這種血法 讓你整個程式法 看起來相對的 會比較直覺一點 而且 在 Pennies的官網上面 它只能聽到 Promies的血法 但是如果 你用第二種血法的話 如果大家 這一次的體力 夠OK的話 你會知道 電動血法的轉成 和進行頭位的血法 會比較好懂 所以第一種 會比較難去轉它 所以我會建議 大家用第二種血法 好 第三個解 是 Transation 那 前面幾個大家可能 比較常用到 那 這個功能 它主要是 在用 就是 你也可以用 大家可能在 做 記碼update的時候 大部分 如果是 PPA 會可能是 用CQO指定去 update 那其實 10X 也提供了一個功能 就是 你可以用程式碼的方式 去update記碼 所以說 你也可以把 update記碼的 邏輯寫在程式碼裡面 然後把它放成一個 買個月 file 那 等你寫到很多個 migration file 然後 當你按下執行 它就可以根據 你寫的時間點 照順序的幫你update 你第一次 那這個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你其實可以在 譬如說 如果你的環境有 QA 跟 你可以在 QA環境裡面 放好幾個 migration file 然後譬如說 你所有的五個功能 然後放好 搭訣的時候 你就按下一個 rump 鍵 然後它就會自己 幫你一個一個 那這個就是 這個主要的 功用 那我們後面也會 拿到這個功能 好 再來是 Z 這也是 比較少人在用的 這個功能 那 Ziz這個功能 它主要做的事情是 它提供了一個 讓你做DB測試的功能 它的概念是 如果你 譬如說 你可能 你的table有十個 然後 你想要測試 每次 在DBupdate的時候 我的資料是否都能 順利的預計 跟我想想不一樣 所以你就去 create Ziz 在每一次 update 你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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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來想像的資料 你update 比如說 像我自己 最常用的方式 就是 我們的 TV可能有 5、60個 然後 我們的table 可能有 然後我會 對每個table 寫一組 Ziz的 那我就會 我會確保說 當我每次 Stima update 的時候 我的Ziz 那一組 只要被 確保 全部都塞進去 那要塞進去了 它就表示我這個 Stima真的不會影響到 我本來想像中的資料 結果 但如果塞不進去 我就會覺得 弱貝可決 就是說 一定是有 要把自己的問題 要把自己的問題 要把自己的 開動 是會影響到本來的資料 因為 資料 大家知道 就是當你改了一個東西 如果改錯了 這樣就本來其實比較麻煩 所以 這個東西有點像是 幫你做 驗證的動作 對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SchemaChange 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在場 問一下 在場 在場就是 有 一直都有在負責 公司裡面 StimaChange 人 就是 如果Change出問題 會被 定到跟下面 然後就 就知道那個 其實自己家Change 我猜大家都會有自己 Change的方法 但這件事情就是 你在Change的時候 其實是 還蠻小心翼的 就是 你可能改了一個東西 可能就會影響到 某件事情 之類的 然後 要做一些設施啊 之類的 像 我自己本身是 就是 DBA兼 這類的工程師 所以 然後 我之前 我公司有一個比較大的工作 是 我要把 他說DBA的資料 整個 然後要確保 都不會出現 一個錯都不出發生 所以 那時候在 這件事情 其實我就會發現 SchemaChange 到 SchemaChange 這個過程之中 其實會有蠻多Meta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認識的人去思考 就是 開始 那 我問大家 就是 你們想像中 我要 update Schema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確保 那個 KimaEA update 系統 不會有超大的 什麼樣的 想法 或者有經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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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每一次 或者是 做成Lazy 就是 除了上上線很快 就是接下來 就是 你不用馬上 把所有的都 有更新 直接拿資料 說 可以現在 OK 不管還是更新 對 沒辦法讓整個 要被 通過 三個市場 監管 OK 對 這是一個方法 那 有沒有辦法就是 OK 那 這樣的狀態下 對你們而言 就是 你們每次上班的時候 都還是用 人工的方式去確認 但是 你會有一些 自動的方式去 阻擋它 就是 檢查之類的 呃 剛好方式變成 完全不用難過 但你就是 變成說 每一次 你在 在設計 你的 可能被他被 通知的時候 有需要 一段 然後 檢查 比如說 以外 然後 我們上一次 這邊突然 然後中間 網路查局 他之後就會 再執行到 那樣子 對 然後他才會 他才會先 OK 那 這個方式其實就是 肯定剛剛的那個 那個 migrate process 沒有什麼的方法 對 那 我這邊要講的事情是 其實 如果你要確保 真的上班 真的標出錯的話 最好就是 在上班的時候 會有一個 測試的狀態 那 就是想像中的狀態 就是 當你做 每一次的 update的時候 最好是 那個schema update以後 會進入到 一個測試的狀態 那 這個schema 已經是 新的 database 然後你有一個 測試的方法 可以把 資料 再 再 換進去 就是你本來 本來 本大學的資料 的狀態下 再換進去 然後 確保說 這個東西 或者是 創造好一個 新的機碼 又會有一個 正式的環境 之後的功能 那 這個東西 如果成功了 我還會真正 進到 回大學的 那如果不成功 我本大學的 就 不動 回到原來 這是我想像 理想中的狀態 但是 可能 我自己做 往這個方向 我大概還沒有完全見到 這樣 好 那我一個想法就是 你做的時候 對我們 對大學的 Staging 對 Staging 對 我們這邊其實也是這樣 但是對我而言 我在 我這個 這一個流程 都是在說 不管是你上QA 或是上QA 或是上QA 我在上的時候 那個流程瞬間 我還要再做一些 結果如果那個 檢查沒過 我是不會上去 他有點像是 在虛擬 放在下 我先改提防 我再測 那一個 檢查沒過 我是不會上去 測完以後 如果真的確認以後 我在抗你 如果 確認不過 我就會被 對 所以這樣 有點像是在 Pedash裡面 在做一次檢查 但你又不會影響到 Pedash裡面 找回答 那 這是Testing 我想像中 就是Testing 能保護到最大 然後第二件事情 就是 我要怎麼去避免 任何操作因素 因為大部分 就我以前 我以前帶的 有些公司 比較傳統 就是我們大部分 就是一邊 寫鑽石部分 然後大家一直投入 然後所有的 就是放進去安裝 這樣子 對 然後可能在 你們的環境裡面 就有每次人都會 自己操作 那我想做的事情 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 呃 我是不是可以把 人的功能全部拔掉 那 只要 寫完 扣寫完 沒有錯 沒有錯以後 你扣一根Testing 完全交給機器來 對 這是我理想的 這麼重大 好 第三件事情是 呃 如果你們經營很小 然後 假設你都是 這一支工程 知道 如果要學新頭之類的 還要再去找一個 GBA管機器之類的 然後轉一些 帳盤啊 流水啊 帳盤之類的 有沒有辦法 單純就比較 用調完 去做掉這些事情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 想要 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 呃 UPSET 機碼 不可以設施 第二個是 讓版 DETOE的流程 可不可以完全不動化 第三個是 我可不可以完全用 叫它 除了就錯掉這些事情 好 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 呃 CANX在 C的Data 跟MineGraphine 裡面 它其中的 主要功能 第一個 它不管是 C的或MineGraphine 你一定要 主要一個 你一定要 主要一個 CANX版 那這個東西 主要是 去控制說 你要除的 VD是哪個 你要除的 呃 Migration 它自己覺得 的Polder 這蠻重要的 就是 呃 大家如果在做這個 一開始 你看 除外放回鍵的Family 它可能不會寫一個 而且我會建議說 你把環境拆開以後 你可以讓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場地 然後就會讓你在操作上 有更多的 迷惑性的運用 然後第二個 你就去寫一個 Migration File 然後你看 官網 呃 就有一個Migration File的範例 那基本上 你那個範例按下去 執行完 你下來就會長這樣 它就會幫你產生 這個File 然後那個File上面 就是會有一個名字 帶一個 執行抽 那這個執行抽 對於Migration的流程而言 它在執行Migration順序的時候 就是看那個執行抽 所以它會去確認 VD圖 在後面會講 它就是靠這個執行抽 來決定執行的執行 那你會在裡面 會看到一個很簡單 有一個UP 它是UP的方圈 那UP的方圈 那UP的方圈 它基本上就是 讓你往線中 就是你寫了一個Pma圈 然後寫在UP裡面 然後你如果按下執行以後 它就會幫你 讓你寫的那個東西往裡面 那UP的方圈比較好 UP的方圈 是讓你執行多BAC的動作 就是如果你發現 你可能放到Pma圈 或放到QA的時候 發現你的密碼改錯了 那你要怎麼辦 你就要把改錯的邏輯寫在檔裡面 那譬如說 後面這裡的範圈 我在UP裡面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加我一個Table 那個Table裡面我加了兩個欄位 然後加上去 這是我UP的邏輯 然後我在檔裡面就會說 請幫我把這兩個Table彈掉 對 這是比較 這是最單純最單純的 大家就是 5%或5% 加了一個Table 最後發現 跑了兩天 然後發現 看這個Table其實不然你幹 自己幹比較好 對 那有一些很複雜的情況 譬如說 你可能要做 某些Data的Pingration 這就很麻煩 就是可能你執行 你某一個功能執行了 一個月 然後那個月發現 你幹我起座 裡面出現了一些 因為資料有異常來幹嘛 然後突然要執行一個 修補資料的動作 那那時候 修補資料在UP這件事情 不會很好寫 因為你很高的東西 那你過來寫檔的時候 會想說 欸如果我又修補錯了 那時候把資料再救我一天 所以他想 我碰過大概五六次的狀況 就是每天想這個 都覺得滿有趣 好 最後當你全部寫完以後 最後就會執行一個牌 就是Migration Migration 有很多的 方式可以用 就是應該有很多 Option 方式 但其實我最常用還是 因為它滿 單純滿 就是 當你寫了一堆 Migration 不算了 然後 但你執行 這個指令一下去的時候 它會幫你 在EB 開一個table 那那個table就是專門 記錄你每一次 Migration 的入口到的代表 那 他可能去裡面 確認一下 確認完以後發現 欸 我這裡面可能 假設我Migration 畫了裡面 可能有二十個 但是 那個table裡面 補存十筆資料 然後他就會說 我發現了有十筆 櫃存的資料 他就會開始去執行一下十筆 然後依序的往下往 好 大家會補充一下 那每次的Migration 的內容 他其實都有自動Follow 的選擇選 所以你不用擔心 就是 跑到一半如果出錯 的話 如果出錯的話 他會幫你其中 backup 就是落費回去 所以你就是 不用擔心 就是Migration裡面寫錯 寫到一半 可能某些 一二三四五步驟到第三步驟發現 欸 出錯了 那我前面兩個 起碼我現在會把 沒關係 他會幫你處理 所以你不用擔心 可以盡量多 好 那這就是我列出來的 如果你要做一個 Migration Project 大家要留意 第一個 你要今天產生一個 Migration File 第二個 你要有一個 10E的Config 那 Migration File 會去看 10E的Config的狀態 然後去確認 DV裡面的 呃 Record 是不是有 他的Migration File 然後最後 會開始執行 如果沒有的話 會再執行 那執行外 會有兩個 如果成功的話 就會搶不進去 如果失敗的話 就會落費 那如果失敗 落費 不會再寫回那個 然後你的資料庫 也不會被任何感染 好 後面我們來講 那之前所言 我們seed的內容 其實就是 測試 你知道嗎 就是打來測試 所以 你在做seed 終於開始一下 還是要有一個 Can Next File 的一個Config 好 第二個 你要去寫一個 測試Data 那 我個人的測試Data 習慣就是 如果我有一個 table 我就會寫一個 table的seed data 譬如說 像這個table 是 Zip Code 他可能記錄全世界的 Zip Code 的那個 這個table專門用來 記錄全世界 Zip Code 的資料 那我就會把這個table 寫一個seed data 那 這個seed data 會剛好 會完全能跟著你的 普達學 他QA走 我自己也看一下 這個seed data 會同步的存在 QA跟普達學 還有 各式的 PTP環境裡面 所有的 改變 開發跟測試 如果seed data 匯不進去 那就表示 有東西沒辦法 所以 這個也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 你可以用seed data 來看別的功能 通通 就他們如果說 我很懶得去看 DV的存在的話 那沒關係 你看seed data 看這個東西 跟看DVG 是一樣的 好 再來是 我在中間會create 就是 自己的handling 的screen 那這個東西 做什麼用的 它其實是在處理說 我要匯入seed的順序 譬如說 這樣這一欄裡面 就會看到 我這個seed是 如果它是在 GED環境的狀態下 就請幫我把它匯進去 那如果是在 QA用搭取環境下 就不處理 那我匯入好多的cans 還有順序 去做自己的handling 那我覺得這個是 做seed 裡面 大家最需要注意的 因為 relation database 大家都會把很多froid key 那是有順序的 所以在寫這個時候 我們會發現 seed handling 也很強調順序 就是你有時候 某些操作要放在以前面 某些操作要放在我面 好 那最後就是 就是執行seed流程 那執行seed流程的時候 其實就很淡 當你全部寫完以後 你就執行一個seed run 那seed run 那seed run run 去讀所有的seed handling script 然後handling script 會會去根據它本來的seed內容 然後去把它拉出來 然後對db做操作 那這邊最需要注意的東西就是 這個 大家對seed一定會有一個seed的forge在裡面 那要注意的是 它其實是根據數字來排序 然後那個特位數的數字前面一定要加0 如果你用1的話它會往前跑 所以一定是010203033 那當你全部寫完以後 它就會正好是用力量的一個一個往下跑 那這邊是一個小提醒 但是大家如果使用的話要注意一下 好 我們解釋完了migration跟seed 那我們來看要怎麼用 這兩個東西去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個是 我們要把seed 直接放到剛剛前面講的migration的流程裡面 像這個狀態 我有講migration的up&down 其實都包在translation裡面在跑 所以說你只要在每次的seed update完 最後加入一個seed配置 那這個動作會造成一件事情就是 當你seed update完 我就會幫你做seed的cleaning跟input的狀態 那如果說這一種 只要測試有問題的話 它就會幫你整個挪背過去 所以有點像是你在本大學已經蓋了seed 我做了一個測試 然後突然出現問題 你的GV就有整個挪背過去 然後在操作上拍下 它完全不會有任何感受 可能會有一點 但是因為我是用GCV幫我帶過來 可是它有把我除掉這件事 但是其實基本上就是很酷 就是你可以放心的去改那些東西 然後 而且最後它會幫你再從它去環境 再做一個做事 通常我不會在挪背的人裡面在炒地的話 因為這邊跑seed around其實很奇怪 就是如果你把SKEMA在rollback回去以後 你還跑seed around 那就表示你拿最新的SKEMA 跑在舊的SKEMA上面 所以這樣很奇怪 所以這邊沒有跑 但特別其實可以跑 好 第二件事情是 大家在寫SKEMA update的時候 最好最好就是把環境拆開 好 那我這邊有講說我其實很常用 就是migrate language的這個指定 它其實有 它其實很多可以直接指定說 你要指定哪一個file 但我不用的原因有一點是 我只單純用環境變速去控制我要寫Ford 那寫Ford就可以去控制我要保存東西 那這樣會對於後面要整個把它放上 IPT的動物體驗 直接那種防守 好 最後就是 我拿我自己的那個 不知道這個 把掉太多了 有點奇怪 不過大家可以看第一個 我把整個 所有的流程完全 如果大家對那個SKEMA 就知道 這是另一個SKEMA 配信員的SKEMA 對 我把它全部放在對手上面 然後 這有一個很大的好處是 從前面到下面 大家可以download我的拋櫃 我會一次會比較清楚 我會一開始先做backup的動作 然後 在第一V環境 到的SKEMA 開始產生 backup 產生SKEMA 產生測試資料 產生網 也要create mangrade file 然後 最後 如果都測試OK以後 在QA 做backup 跟 upset SKEMA 然後都沒問題 就要再打擊 再backup 那 這個東西有個好處是 就是 如果這份資料 之後 管DV的人 他等於存在幹嘛 你只要交給另外一個人 或是哪一個 比較沒有DV概念 純粹這一次人管的時候 他可以完全不老到這個 因為 全部的東西都被你包 保護在剛剛那個流程裡面 他就算寫錯了 剛剛那個流程 你會做一些保護 所以 他就是不會 讓你的DV有太大被影響到的情況 然後你用不一定 就是 應該說 公司可以不用 養這麼多地鐵 就是用工程 你就可以 踏得到DV跟專頁 然後再來是 就是 嗯 就是 我從剛剛講到現在 我完全都是在用 JS 我沒有用到幾多 就是 當然其他做的都很棒 就是 也有一些專門管理 但是 我現在是要 就是 一個人生線都用到極限的狀況 就是 你只要JS 工程式 然後 你又不想要辦個DV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式 用Post Pro 或買的系統 然後JS 工程 完全是要JS 然後最後就是 我要怎麼把 東西整個 Find到 VIP-UP-IN 或者是 你們用其他的下域 做也可以 你看 看我前面那個流程 script裡面 你會看到有一個 很酷的東西 就是 我把 QA跟肯拉圈 環境裡面 縮成這樣的動作 就是 在QA跟肯拉圈裡面 我做的都是 上版之前 我要先 backup一次 backup一次 然後 再買規定 所以 你把這個流程轉 你的 臺灣裡面 你就會發現 欸 在臺灣裡面 我一樣可以做一些事情 你把裡面 同樣的script 卡到這邊 然後放在一台上的欄位裡面 那 這個欄位當然有 他們自己處理房子 譬如說 譬如說 一些 如果你要用PCD的話 要有一些 証證要有一些PCD的script 但那個都另外 就是 你把這個全部整合起來 你就會在 pipeline裡面 全部看到 然後就會完成 查到說 你在寫完 它很大的方權 mudge that 按鈕壓下去的時候 你的DV就開始靠 然後 停它的迷惑 對 你就會發現你在改DV 跟你寫code的模型 就是完全硬能量 最後 要解鎖 那 這個的優勢是什麼呢 就是 第一個 我可以完全降低 操作上的失誤 尤其是 有時候在改DV的時候 我自己是蠻常遇到那種 因為 我們公司 的人會比較傾向 很靈活性的一直加 藍衛卡 藍衛之類的 所以我會常常遇到 一種需求 他提出要求就是 可不可以一個禮拜 改60DV 一個禮拜 或者是一天改2DV 就是我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 我很常會遇到 那種 在QA環境裡面 會有5個 DV 滴馬的動作 然後 我會有半成5條 DV的branch 再改DV 然後 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玩DV的人 就不用操作 而且我要增添其他社會的開放 所以 就會很軟 所以 我要減低一個狀況 就是我要減少 人回操作的失誤 就是 只要我改完 我測試沒問題 DEPOIT 完全不知道我什麼 好 第二個就是 你可不可以讓 DEPOIT 比較簡單 和 安全 像我剛剛在流程 就會發現 我只要寫完 或者就按下去 我居然有錯 ST會幫我 自動突出error 而且我會影響到 STEMA的密集 然後 其實這個流程 用這個概念去想的話 其實在幾個月的話 你會非常安心 然後 再來就是 它完全就是 這一個 就是這一個通程式 你可以就是用這個方式去管 減壓背景 好 講完了 那 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問 然後下面是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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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你這樣搶機的測試方法 是不是說 只有放在 DEP層面 對 那如果 DEPOIT 沒有跟上的 那麼 DEPOIT OK 就是 這個是我之後要做的 但還沒有做到 就是 就是 在 好 在 好 在這個動作裡面 你可以看到 其實 它都是 ZSCODE 所以說 如果你們的 SERVER的API 已經做到 平均規定的話 像我自己好了 我們的SERVER 已經做到 daily testing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 方式去每次驅動所有API 讓它 每天進食都會打那些API 確認和API的證明 你可以把那段控制 給腮弄在裡面 所以 這就是 把 SERVER 包在 CODE裡面的好處 不管你是不是用JS 如果你用 西下的用Pyzen 就是一樣 當你包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 自己跑你自己的 CODE的 HP 所以譬如說 我可能都會在這一段裡面 再加入 API 這個 或者是 Unicate HP 然後你就會在這邊 執行化 然後它下面繼續執行 那些API 各各的證 一樣 不要出錯 整個RAWBED 所以 API 那邊 API 可能就是要看那邊的整合 因為 對這邊而言 它只包含這一點的RAWBED 如果你要API 那邊的RAWBED 可能那邊要做出錯 那 對我而言 你可以把整個 由 Pyma Pyma 整個系統全部 測試都會變 然後測試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Pyma 就RAWBED 但如果測試 欸 沒有問題的話 Pyma就有 但如果有問題的話 這邊它會幫你處理 Pyma RAWBED 那 HPAN那邊是不是要RAWBED 可能就讓你去想 你不要怎麼樣RAWBED 對 就是你如果把它放進去 就會變得 全部都用神智瑪的想法去使用 就會還蠻不錯的 好 還有大家有其他問題嗎 你問一下 就是如果你Pyma 都上版之後 都定到 就是可以退版嗎 它有退版的功能 噢 我剛剛有講就是 在這邊 你只要這樣寫 只要出錯 它會自動退回去 那 剛剛你有說 如果你要一直往前退 就退到前面去 對 它已經成功了 那你今天記錄某些原因 我從頭到尾 退到上面 可以 你要把退版的流程 寫在檔裡面 然後寫在檔裡面以後 寫在檔裡面以後 你們去翻 Tenet的文件 像我下面這邊 會有寫RAWBED的指定 你去翻Tenet的文件 它會有RAWBED的指定 那RAWBED指定看下去以後 剛剛我前面有小排 規格裡面有一個 APA AND檔寫 它就會去執行檔裡面 然後 你如果一直執行RAWBED RAWBED 它就會開始去對時間 一直執行 檔檔檔檔檔 一個往前退 是可以拆開來做嗎 對 完全可以拆開 但我會滿建議大家 檔方拳一定要寫 因為大部分狀態下 大家都直接UP 不寫檔 因為 就是 對 但是你會發現 當遇到這種幾級狀況的時候 檔會救疾病 你不用思考 其實 你不用去思考說 幹 幹 我就回去 幹 時間只剩兩分鐘之類之類 你就不用說 出錯 RAWBED給按下去 它就會去跑當 所以會很強烈的建議 像阿伯的大部分 要寫好 然後要到位置 那我想要再補充一遍 就是你剛剛有提到 那個史迪卡區域的過程 是因緣執行的 它可以 最後一段 如果失敗 可以挪本 那 那 這次款 PosetGrid 因為PosetGrid的DDL 是可以做承載權的 可是如果今天假設 對方是有買試過 那那個功能是沒辦法採用 因為買試過的DDL 它是沒有做承載權的功能 然後在8.0以前是沒有的 那那個功能如果在買試過 是沒辦法採用 那這邊有人補充 就是 因為我本來以為買Pico可以 但大概就是買Pico 8.0以前 會 沒辦法 都會有 因為有人都做機做的 他沒辦法去做什麼 所以建議大家要用PosetGrid 它比較強 不過我自己是用9.6 如果大家用比較舊的 會出現什麼問題 我不太確定 好 也推廣一下 在GCD上面的PosetGrid 大概有2% 這樣就選 9.6和11 但11是非常 所以我用9.6用的蠻順的 所以大家可以使用它 還可以手機優勢 好 那它還有夾我10 好沒有 那我今天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O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